肖战主教练才是国兵的第一主帅 马林跟黄海诚二人都要叫肖战一声师傅 为什么这么说?王曼玉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大家是否认可肖战主教练才是国兵队伍的第一核心主教练呢? 谈到这里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且点一下收藏推荐 我们重点跟大家分析一下如今的肖战光头主教练 他到底凭什么排在我们国兵? 主教练的队伍当中的第一名 其实主要是有两点原因 首先第一点就是肖战主教练 他的带队经验带队实力带出来的大门冠选手 其中大家最熟知的那就是张继科 张继科过去他是凭借短短也就是445天的时间 获得了难拼度当中大满贯的荣誉 同时呢是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么肖战光头主教练呢 他当时是手把手把张继科带了出来 大家会发现啊 作为大满贯的主教练肖战 他获得过的荣誉非常大的 那么肖战他从实力荣誉来看 对比起马林对比起黄海成确实要更胜一筹啊 因为大家对比起来你就会发现啊 马林主教练虽然说他在球员的时期很出色 直拍的打法呢也康称艺术家 但是马林他自从当了乒乓球的主教练之后啊 其实他并没有带出大满贯的选手啊 同时呢直到如今那么黄海成主教练 他是带出了陈梦还有顺沙 这两名呢国拼度当中现在的女拼核心 这两名国拼度当中啊核心的主力选手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黄海成他毕竟呢没有说完成大满贯的荣誉 带出来的选手呢也未能够去获得接下来的大满贯荣誉 同时呢带出来的选手呢直到如今 包括了陈梦包括了顺沙 虽然大赛的成绩打得很不错 但是呢没有能够完成大满贯 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所以说呢 肖战主教练对比起黄海成跟马林主教练 那么只有肖战主教练是大满贯主教练 这一点呢就足以验证了 肖战主教练才是真正的师父 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聊到第二点 肖战呢现在还带出来了一名选手 他就是王曼玉 王曼玉现在的爆发力 现在的勇裕 现在的死力 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其实我们国拼度呢 东京比赛当中之所以 女子团体比赛能够打到日本的乒乓球队 直接打出了3比0 很少的对手 获得了冠军勇裕 那么跟王曼玉完全是离不开的 王曼玉呢他首先在双打比赛当中 那么搭档上的陈梦成功打了对手 一个3比1 接着呢到了当打比赛 他面对日本的平野梅玉 这名年轻的选手 毫不客气打了3比0 可以说呢王曼玉 双打非常出色 被称之为双打之王 单打同样很出众 现在的王曼玉呢 之前的模拟赛获得了冠军 全运会的比赛当中也获得了冠军 那么现在到了平朝联赛 这个冠军的荣誉 基本上十拿九稳了 因为王曼玉啊 他跟陈梦以及陈信彤 所在的上东鲁门战队 现在是五连胜了 没有很大的问题 这一次的平朝联赛冠军 王曼玉肯定是拿定的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要聊到 王曼玉为什么这么出色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王曼玉自从东京比赛 回来之后 整个人都非常不一样 而且他的球技 其实背后 完完全学 离不开肖丈主教练 他的培养 他的重点扶持的 因为王曼玉 他的女子男性化打法 他的横拍打法 现在来看呢 灵活性跟爆发力越来越高了 而且王曼玉他在球场上 统治能力和掌控能力 现在真的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霸气 这也是王曼玉 这也是王曼玉他在这一段时间 成长这么快速的原因 背后就是离不开肖丈主教练 肖丈这名经验非常老道 而且打法跟球技都非常有益手的主教练 他带出来王曼玉 王曼玉呢 如今接点拿到冠军 未来的比赛 去冲击拿到大满冠的荣誉 很有可能 那么肖丈主教练他既扬 男子乒乓球队带出来了大满冠 张继科 女子乒乓球队 如果不出意外 下一位大满冠就是王曼玉了 也是肖丈主教练带出来了 所以说呢 无论是马林也好 还是黄海诚也好 都必须要叫肖丈一生师父 毕竟呢 现在的肖丈 真的是身长不漏 真的是死力派啊 那么大家是否认同肖丈 才是国兵的第一主教练啊 也是否认同他带出来的地址 王曼玉啊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 并转发出去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